新鮮社會的關心的是 高通部今年6月分工庫 中部鄉有6個村 5分地区 哪裏到西拉雅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現在西拉雅對中部的地坑 建設就是開800萬 在9人喝酒 真正補兜 比來見幾月增加有6色市 高通部今年6月26號公庫 跟其餐中部鄉 分水村 沈桂村 沙棧村 東興村 中倫村 以及9人村 南部軍地区 是如果入到西拉雅 國家風景區的環圍 風景區也馬上幾月就相關的見識 修選到底是中近800萬的金区 進行就像人臨請 補兜的修選工程 那我們今年還會陸續會投入經費 我想我們會陸陸續續 在分年的這個 分兩年三年不等的時間 我們把整個過去既有的這些步道 通常把它整理好 我們希望就是說這些步道的系統呢 能夠把中埔的這個過去這個 缺乏經費的這個情況實際上 把它明補過來 我們也希望說這個事實呢 能夠帶給中埔地区民眾使用 甚至於給外來的遊客使用 來到九郎林町 馬上可以感受到豐富的主人心態氛圍 有天然的鬆軟 上次看也還可以發現到 五色鳥在搜尋 這種主人心態在當年 真是興建很多的遊客 但因為離境到到處的風態 和九郎林町的寶島來順海 遊客是變得不愛來 但雖然在西拉雅風景區 到你住近來經驗 要將這片比方不記得的鬆軟找到回來 非好使用適合經驗運動的觀光景點 那現在林町整個 除了我們現有既有的步道迴損 已經整修完畢以外 那上頭的一些新的設置 包括我們桶頭山的部分 他們也積極在處 最進步的一個規劃跟處理 那我們希望把中埔鄉這個神龍林町 營造成為所謂的 近郊型的這個休閒遊期區 讓所有的這些遊客 再次體驗我們整個這個林町 不同的一些風貌 順部兄認定到阿里山風景區 和西拉雅國家風景區 在你上載未來 真有觀光發展的空間 不管是阿里山 國家風景區 還是西拉雅 國家風景區 都能夠把中埔鄉發佈 進去 所以未來整個 中埔的觀光 的發展 具有相當大的一個潛力 所以相信我們未來 更積極的推動觀光 我們相信整個觀光產類 會在中埔會蓬勃發展 九郎林町是願意開放觀光的景點 在爸爸風景的展景一時來逢避 但現在觀光熟悉的中間 是一步一步 越來越完善 星星新聞 大家看 中埔鄉 蔡宏布德